同学们好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人与动物的关系 在大自然中 人类不是唯一的生命 还有很多动物和植物 我们知道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其他的动物和植物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其他动物的生命 应该爱护他们 与他们和谐相处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 也常常出现动物的形象 比如我们今天要学的成语 爱屋即屋 在这里面就有动物 这是什么鸟呢 你们每天在校园里都能见到它 却不知道它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爱屋即屋的故事 挑剔 有的人对服装特别挑剔 有的人对食物特别挑剔 我呢 各种食物我都喜欢 我不挑剔 洞 洞 洞是一个量词 我们常常用来指房屋 这是移动房子 也可以说移动楼房 杂草 如果花园里长满了杂草 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园丁不太勤劳 这是什么鸟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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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园里见到过乌鸦吗 下课以后去看一看 我们其实常常能见到乌鸦 潮 鸟的家可以称作鸟潮 另外我们在前面学到中国的旅游情况的时候 提到了西藏 你们还记得那个视频吗 在西藏的农民家里出现了 这是什么 蜂巢 蜂巢是蜜蜂的家 吉利 吉利 有的同学说 看到中国人结婚的时候 新娘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为什么穿红色的衣服呢 因为八和六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那中国人觉得哪个数字不吉利呢 四 为什么 听起来 听起来和死很像 他们是谐音 所以中国人觉得死不吉利 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有一个特别挑剔的人 有一个特别挑剔的人 名叫姜炳 他想买一栋房子 可是看了很多家 他都不满意 不是说门前杂草多 就是说房子上有乌鸦的巢 不吉利 姜炳是这个人的名字 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成语故事都是古代的 很早以前发生的 这个人呢 他特别挑剔 买房子的时候 总是能看到这个房子的缺点 什么缺点呢 不是门前杂草多 就是房子上有乌鸦的巢 当我们用不是就是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大家要注意 第一种是用在选择关系的句子中 表示两者之间一定有 也只有一种可能性 比如他出差不是坐飞机 就是坐火车 坐飞机或者火车只能选择一种 这个时候用不是就是 还有一种情况是用在并列关系的句子中 表示在多种情况下 只有两种可能性 没有其他的 比如我每天不是在学校上课 就是在宿舍休息 没时间去别的地方 是不是你们的生活 差不多 那只有这两种可能 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宿舍 有点单调是吧 江炳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总之这个房子让他不满意 如果门前有杂草 我们能理解 可能房子的主人不太勤劳 不打扫他的房子 不打扫他的房子 可是房子上有乌鸦的潮 你会介意吗 可以没问题是吧 可是在中国古代 有的人觉得乌鸦是一只黑色的鸟 它叫的声音也不好听 所以他们觉得乌鸦是不吉利的 在你们的国家 有没有这样的风俗 有的 也有 也觉得乌鸦不吉利是吗 不是乌鸦 是 也不知道中文的名字是 也是一种鸟 一种鸟 看来很多国家的人们 有这样的风俗 路过 路过 如果你从哈尔滨去北京 中间会路过沈阳 从教室回到宿舍 路过超市吗 不路过 没有超市 这是一个多音字 做动词的时候 读四声 种 可以种什么 种树 种花 种菜 都可以 如果是名词 他要读三声 种子 种子 种类 都是三声 扑 今天早上你们扑床了吗 我们可以说 妈妈把桌布扑在桌子上 也可以说扑路 用什么扑路呢 比如说 青石 在很多地方 以前人们喜欢用青石铺路 现在这样的路不太多 因为青石越来越少 越来越贵 是吗 是 好 你们学习建筑 可能知道现在用什么铺路 老师不知道 地板 地板 也可以说铺地板 打扫 打扫 保洁员每天都打扫教室 如果你看到同学的房间不太整洁 你应该告诉他 你该打扫 对 你该打扫房间了 干净 干净 有的时候同学们看到教室不太干净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把教室打扫干净 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看看脏衣服是不是洗干净了 刚才我们知道江炳这个人 他很挑剔 他想买房子 可是没有找到满意的 有一天 江炳路过一栋旧房子 看到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 铺着青石地板 屋子打扫得非常干净 江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这一次江炳终于找到了他喜欢的房子 因为他一下子 一下子常常用在动词前或者句子的最前面 表示很快做什么 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听了他的话 我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可能他的话让我很生气 陆太华他不小心一下子摔倒了 冬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同学们走路要小心 江炳为什么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里了呢 这是旧房子 不是新房子 可是我们看院子里 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 还铺了青石的地板 屋子呢 打扫得非常干净 你喜不喜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当然喜欢 江炳和你一样 仆人 主人 拔掉 我们可以拔掉什么 如果牙齿坏了 对 牙疼得很厉害 这个时候 医生会拔掉那颗坏了的牙齿 对 拔掉牙齿 妈妈有很多白头发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妈妈会拔掉一根白头发 如果有很多杂草 我们也可以拔掉杂草 诗意 如果我们的生活像诗一样美 当然非常好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部作品非常有诗意 写得很美 或者 他们的生活很浪漫 富有诗意 你们的生活富有诗意吗 哦 非常好 也很浪漫 在哈尔滨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不以为意 人和动物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然而 很多人都对杀死动物不以为意 江炳现在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房子 他让仆人去找这栋房子的主人 想要马上买下这栋房子 他的仆人吃惊地说 这栋房子前杂草很多啊 没关系 拔掉就行了 江炳不以为意 江炳不以为意 他觉得有杂草拔掉就可以了 再说 当你要补充别的理由的时候 就可以用再说 比如 我问哈德 你为什么没参加今天的周末活动呢 我的作业太多了 再说天气也不太好 所以我没参加今天的活动 没错 现在我知道了 一个原因是作业太多了 还有天气不太好 所以你不参加活动 没关系 下次可以再参加 好 江炳觉得杂草太多了 可以拔掉 再说 杂草看起来多有诗意啊 我们继续看生词 真心 真心 如果一个人说的都是他真实的想法 就可以说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买东西的时候 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 我是真心想买 你给个最低价吧 虽然房子的前面有杂草 但是这次 江炳却很满意 他说 杂草可以拔掉 再说 多有诗意啊 他用了一个多有诗意啊 当我们用多加形容词加阿的时候 常常用在感叹去中 表示程度很高 比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子 你就说 哦 这孩子 多可爱啊 多可爱啊 对 如果你想和朋友一起去参加活动 多好 对 要是我们一起去多好啊 我们继续看这栋房子 仆人又说 江炳 江炳是真心喜欢这栋房子 连门前的杂草和房顶上的乌鸦 都一起喜欢了 后来 江炳 江炳 买下了这栋房子 开心地住了下来 江炳本来不喜欢房子前面的杂草和房顶上乌鸦的潮 可是这一次 因为对房子很满意 他连杂草和房顶上乌鸦的潮也都喜欢了 这个故事就是爱乌集乌 我们看怎么用这个成语 球迷 球迷 哈德是球迷吗 你是足球迷还是篮球迷呢 哦 电脑游戏的球迷 球星 球星 可能同学们都有最喜欢的球星 可能是足球 球星 也可能是篮球 排球 不大 不大 不大的意思就是不合适 有的时候处理一个问题 由于处理不当 大家都不满意 有的人说的话不太合适 这个时候 人们会批评他的不当言论 这是粉丝 你们在吃中国菜的时候吃过粉丝吗 没吃过 有的时候是在汤里加一些粉丝 也有人喜欢在火锅里加粉丝 这是他本来的意思 粉丝 粉丝还有一个意思 是英语的意音翻译过来的 比如说 我是那位球星的粉丝 意思是我非常喜欢那位球星 你们呢 你们是哪位球星或者明星的粉丝吗 如果你常常看电影 一定有特别喜欢的电影明星 那你就可以说 我是那个电影明星的粉丝 适合 适合 有的电影适合孩子看 有的电影适合老年人看 如果你不太喜欢现在的工作 可能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劝 最近我的朋友看起来很累 我劝他要休息一下 我的爸爸总是吸烟 吸烟好不好 不好 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劝爸爸戒烟 戒烟就是不要再吸烟 你们猜一猜爸爸听不听我的话 可是爸爸还是吸烟 他不听劝 爱乌及乌 现在比喻 因为爱一个人 所以也会喜欢与这个人有关的人或物 比如 很多球迷之所以特别关心某个球队 是因为喜欢其中的一个球星 这真是爱乌及乌啊 有的朋友是这样 他虽然特别支持一个球队 并不是因为他特别了解这个球队 只是因为球队里有一个球星他很喜欢 在这儿我们用了之所以是因为 把因为和所以的顺序反过来了 一般的句子中我们会先说因为再说所以 但是如果你想强调所以这个结果的时候 就可以先说之所以 比如我们之所以穿红色的衣服 是因为觉得非常好 红色比较吉利 他之所以喜欢逛胡同 是因为对中国的传统 非常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因为所以 也可以把它反过来 如果因为喜欢一个球星 而喜欢和球星有关系的球队 这个时候就是爱乌及乌 因为爱这个乌子 因为爱这个乌子连乌子上面的乌鸦都喜欢了 爱乌及乌有时候也形容爱得不当 比如一个粉丝特别喜欢某个明星 看到那个明星穿什么用什么 他也一定要买一样的 其实那些东西并不适合他 朋友们都劝他 不要爱乌及乌 有的时候我们说真是爱乌及乌 有的时候要说不要爱乌及乌 原因就是 其实那些东西不适合他 当我们用其实的时候 后面是真实的情况 常常和前面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 我们以为他明白了 其实他根本没听懂 是吧 老师常常以为同学们听懂了 其实同学们没听懂 我们以为有钱一定会幸福 其实 有了钱也不一定幸福 好同学们 这就是爱乌及乌的故事 你们明白它的含义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灯画 爱乌及乌 有一个爱挑剔的人 名叫江炳 他想买一栋房子 他看了许多家都不满意 不是说门前杂草多 就是说房子上有乌鸦的潮 不吉利 有一天 江炳路过一栋旧房子 看到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 铺着青石地板 屋子打扫得非常干净 江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去 跟这里的主人说 我想买下这栋房子 他的仆人很惊讶 老爷 这房子门前杂草很多啊 没关系 拔掉就行了 再说 这草长得多有诗意啊 仆人又说 你看 那屋顶有乌鸦的潮 多不吉利啊 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这小乌鸦 多可爱啊 怎么会不吉利呢 仆人听到这儿 就知道江炳是真心喜欢这栋房子 连门前的杂草 和房顶的乌鸦 都一起喜欢了 后来 江炳买下了这栋房子 开心地住了下来 爱屋及屋 现在经常比喻爱一个人 而连带地 关心到与它有关的人或物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学习了一个与动物有关系的成语 是爱屋即乌 那个动物 那个鸟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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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下课的时候要观察一下 校园里有没有乌鸦 同学们 在这个故事的乌鸦 在这个故事里 江炳喜欢的房子 桌子上放着 桌子上放着很多书 我们一起看一下 北京语言大学拍摄的视频 山本的桌子上的地方 山本的桌子上有三支笔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 马克的桌子上放着一本词典 山本的桌子上放着三支笔 大家看,这儿是什么地方? 对,这儿是公共汽车站 公共汽车站上有什么? 公共汽车站上站着五个人 路边停着一辆公共汽车 大家看,这是一张纸 纸上写着什么? 对,纸上写着很多电话号码 大家看,右边的纸上也写着电话号码吗? 对,右边的纸上没写着电话号码 右边的纸上有什么? 右边的纸上画着一幅漫画 马克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路边停着一辆公共汽车 纸上写着很多电话号码 右边的纸上没写着电话号码 它的基本结构是 地房加动词和遮 再加上冰语 它的否定是 只要在动词前加没 或者没有就可以了 用这样的句式 怎么描述你的房间呢? 大家看,这是马克的房间 他的宿舍里有什么? 对,房间里放着一张床 一个衣柜 一个书柜 和一张桌子 衣柜里有什么? 对,衣柜里挂着很多衣服 书柜上摆着什么书? 对,书柜上摆着一本汉语词典 房间的墙上挂着地图吗? 对,墙上摆挂着地图 墙上挂着四张照片 在你的房间里放着什么? 在房间的墙上挂着什么? 我们一起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 冰箱里放着苹果 桌子上放着书和笔 冰箱上放着牛奶 椅子上放着电脑 墙上挂着中和地图 你说对了吗? 有的同学想起了前边课文里的句子 我们在学习雪中送炭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句子 宋太宗烤着火 吃着各种各样的美食 在走马观花中 梦娇骑着马在长安城里游览 这个时候动词加遮是表示动作或动作结果的持续状态 我们可以说门开着 它穿着一件白衬衫 这种持续状态 持续的时间 可以发生在过去 现在或将来 要用时间词或词组来表示 例如 昨天我看见他穿着一件白衬衫 明天我还会带着我的词典来上课 否定是是要在未雨前加没 例如 他没站着 他坐着呢 上边的窗户没开着 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观看动画来学习 这种语法的用法 一扇门 门是打开的 我们可以说门开着 这儿有一扇窗户 窗户是关上的 我们可以说窗户关着 他们在上课呢 老师呢 老师站着 同学们呢 同学们坐着 同学们在哪儿坐着 对 在椅子上 同学们在椅子上坐着 大卫 大卫身体不舒服 他躺着 大卫在床上躺着 这是爸爸的车 车停着 爸爸的车 在路边停着 大卫要去旅行了 大家看看他背着什么 对 是旅行包 安妮要去图书馆学习 她抱着什么 对 很多书 安妮抱着很多书 这是什么 对 是牛仔裤 我们可以说 大卫穿着一条牛仔裤 门开着 门开着 窗户关着 老师站着 同学们坐着 同学们在椅子上坐着 大卫 大卫在床上躺着 爸爸的车 在路边停着 大卫背着一个旅行包 安妮抱着很多书 大卫穿着一条牛仔裤 现在我们来做几组练习题 请大家选择正确的答案 第一题 B是正确的 书架里放着很多书 第二题 A是对的 路边停着 几辆汽车 第三题 B是正确的 家里躺着一个病人 他怎么能出门呢 第三题 B是对的 他没坐着 站着呢 第四题 A是对的 昨天他没陪着父母 他一直在工作 第五题 A是对的 A是对的 你的钱包在哪放着呢 同学们 我们学习了 遮掌的两种 遮掌的两种不同的用法 你在上课的时候 是站着 还是坐着 还是躺着呢 你的桌子上放着什么呢 请用中文 请用中文告诉你的朋友们吧 除了乌鸦以外 还有很多动物 出现在中国的成语里 它们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比如 虎甲虎威 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老虎被称为森林之王 小动物都害怕它 狐狸呢 人们觉得狐狸很狡猾 有一天 老虎抓住了狐狸 狐狸怕被老虎吃掉 就骗老虎说 我才是大王 所有的动物都怕我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跟在我后面 我们一起去森林里走走 动物们看到狐狸和老虎走过来 就都逃走了 狐狸得意地对老虎说 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才是真正的大王 动物们逃走了 是因为害怕狐狸吗 当然不是 其实它们害怕的 是狐狸身后的老虎 在狐狐狐狸这个成语中 狐狸是假戒的意思 狐狸指的是威势 人们用狐狸狐狸来比喻 借着别人的威势欺压弱小的人 比如 他爸爸是市长 他就狐狸狐狐狸 总是欺压别人 我们学习了狐狸狐狸这个成语 同学们觉得 这个词是褒意词 还是贬义词呢 对 狐狸狐狸 是一个贬义词 我们不应该 狐狸狐狸 我们再来看一个 和牛有关系的成语 是 对牛弹琴 同学们会弹琴吗 我知道有的同学弹钢琴弹得特别好 但是图片中的这位老人 弹的是中国的古琴 这是中国古代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 有一天 他在草地上弹琴 琴声非常优美 可是 他发现 旁边的牛 只是吃草 好像一边都不喜欢他的音乐 音乐家 试着弹了几首不同的曲子 可是牛呢 都不理他 这让音乐家很失望 他想 是我弹得不够好吧 所以 牛才不喜欢听 这时候 一位农民对他说 不是你弹得不好 而是牛听不懂你的音乐啊 音乐家想了想 觉得农民的话有道理 于是 他弹出了小牛的声音 蚊子的声音 这次 这次他发现 牛听得可认真了 人们用 对牛弹琴 这个成语来比喻 有些人说话不看对象 对外行人说内行话 白白浪费了时间 比如 和他说话就是对牛弹琴 他完全听不懂 如果老师没有学习过 你的国家的语言 你用自己的语言 来给老师讲故事 那也是对牛弹琴 因为我完全听不懂啊 除了乌鸦 老虎 狐狸和牛以外 还有哪些动物 出现在汉语的成语里呢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找一找 下次课告诉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 与动物有关系的成语 同学们可以试着 把它们用在你的生活中 了解了这些动物以后 会让你们更喜爱它们 也更容易与它们相处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